先生们,哥们,先生们,最近有很多哥们担心好给力的商标注册了没有? 哥们,你可以放心,我能很明确地告诉你,我没有注册,但我不怕,因为没人敢打我,没人敢唱我的商标,我现在都有自己的剑了,都有市中键标了,谁敢打一个待剑的男人,他们肯定不敢闹得放心吧。 你们怎么就去注册一下吧,先确认一下没人唱过,肯定没有没人敢。 OK,收一下,好给力,收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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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h no,已经有五个公司撑住了。 五个公司怎么办呢?如果是一个公司,我可以把书键打得过,没问题,但是五个公司,有点难,咋办。 哦,这些公司晚晚没有商标,好给力就是我的证明。 哦不对,我的证明是我英文名,啊,crap。 没事哥们,因为实际上我的名字作为商标价钱不高,最有价值的商标不是咱们的名字,而是咱们的气质帅气,给力。 这些东西别的公司永远get不到,但你可以,所以今天我要教你如何呈到好给力的商标。 Today I'm going to teach you the 6个技巧,to become how gayly that's me. 第一,wearing stylish,与众不同的东西,that make you stand out. 哥们,这是什么动物?没错,就是,peacock. 那么男性,peacocks怎么撩妹呢?他们会这样打开自己的feathers,揪一下自己多彩的feathers,吸引到辣妹,peacocks. 那么我们男生也可以这样通过穿的吸引到辣妹,按照这个道理,我们如果穿的特别夸张的话,比如说戴个大帽子,戴戴大bling bling什么的,我们就能吸引到辣妹,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比peacocks更聪明,所以我们这样穿的话会看起来过了一点,too much. We want to look 干净 and shy,but we can 利用 peacock 的道理 by wearing small things that capture attention. 也许是你右头的发型。 It could be your sick, shy leather jacket. Or your 独特的眼睛. It could be your 线式手套. 你拿双很酷的鞋子. Or your 与装不同的市中肩标. These special style pieces make you look different from the masses. 你的穿达如果随着大流,你就没有独特的地方,你就没办法做出自己的声标. 所以哥们不要怕穿的不一样,be willing to try on different things. 这样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无一度二的unique风格. 第二个,read books. But not just any books,哥们,self-improvement books. 能提升自己的书。 哥们,你可能不知道,在我刚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我是做书评视频。 我当时想把我最喜欢的可以自我提升的书分享给你。 比如说,穷爸爸父爸爸,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等等。 因为咱们男人的发展就是靠大脑的。 Your mind is a garden. 哥们,你的大脑就像花园一样。 你如果不博中,负面的杂草思想就来。 Your thoughts are the seeds. 你的思想就是中子. Read books to plant positive seeds every day and keep the 杂草 at bay. 哥们,我每天会听书,听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问你,你会看书吗?你会听书吗? 发一个弹幕吧,我看看。 看看书,哇,这么多哥们不看也不听书。 你们以为你没时间? 错,我也没时间,但是我都是在路上听书的。 坐地铁的时候,骑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打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的。 每次听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一般是quotes or stories, I will write it down on my phone and 记住一下。 哥们,我必须唱到这一点。 Putting new positive information into your brain is very 特别重要。 大部分人现在不看书,不听书。 他们天天很被动地刷完商的信息行文。 看到很负面的东西。 大脑的杂草越来越多。 然后他们不知不觉心情变差了。 得意于这样什么的。 But not you,哥们。 你要take control over your 打闹。 自己choose自己看的东西。 主动看能提高自己的书,做最给力的自己。 第三,脸标。 你和我的胸标都是从脸开始。 This is your trademark. 你的脸是五一堵二的。 Nobody can steal your face,哥们。 这些恶意的公司倒是想抢你的脸,但是他们抢不到的。 因为你颜值太高了,哥们。 他们脸太丑了。 正因为这样,你必须好好照顾脸。 多喝水,培养西脸的习惯。 不要熬夜。 你的名语权 all starts with your 脸, 所以必须好好照顾。 脸比名字重要。 别人get不到。 第四个,cheacher。 我偶尔会看到一些留言说我自己没有弃者, 或者说我自己穿衣的时候没有弃者, 穿不出有弃者的for。 这个话题,弃者,how to develop character,非常有趣。 我以后可能会专门做一个视频讲弃者的。 如果你想看到这个视频,点一个三,留言吧。 but for now,哥们,let's just 分析一下气质这个东西。 我们先看气,是气息的气,呼吸的意思。 然后看质,质量的质。 所以气质内汗就是气息的质量。 没错,哥们,一个老外就在讲你中文。 那么咱们的气质都有好多好的特征, 比如说勇气,手心,正直,性感,感恩等等。 那么咱们气质既然有这么多好的访练, 咱们怎么能用得到呢? 咱们怎么能随时激活气质? 控制好气息的质量,你就会用气质。 中文正是拨打精神。 这个哥们,我不会骗你。 控制好气息的质量,气质就来了。 怎么做呢? 用彼此先呼吸。 气就到位了,你气质就来了。 所以你紧张的时候,你不自信的时候, 你自卑的时候,你角度的时候,stop! 是因为你气质的质量不对,你没有气质。 你要用彼此先呼吸,教会自己的气质。 哥们,你有气质。 第五个, move your body every day. 你大脑如果不学习的东西,你的大脑就会讲杂草。 同样,你身体如果不锻炼,你就会变 weak, fat and ugly. 第六个, embrace the pain. 大破品庸。 咱们人类天象就是品庸。 所以咱们要天天大破品庸。 天天看书,天天锻炼,天天吃苦。 很多宗教和哲学家都说过这句。 Life is suffering. 生命就是痛苦。 我个人很散同这个观点。 我们就要embrace the痛苦。 拥抱the pain,坚定地做最得力的自己。 我认为这才是成功的思想。 你有这样的思想,你很快就能注册自己的想调。 and that brings me to the conclusion. 哥们,你自己就是一个想标。 你自己的胭脂这么高。 你自己的前途这么远大。 你自己的价值这么成。 我完全没有必要成我的想标了。 还是不用成好给你的想标了吧。 真的,没必要,还是别了吧。 真的求你了,不要成了。 你自己的价值无敌了。 我完全可以做自己的想标。 反正不要成我的就好了。 所以我告诉你。 You are an amazing, awesome, sexy, super sexy man. And you can get or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So,哥们, go get it.